今天是11月21日星期二 感谢伟大的父神 感谢你的话语 欢迎大家和我一起来读 来自科雷斯欧亚科罗姆牧师的每日领袖 话语的实际 今天的信息题为一个深刻的原则 他们为人不要贪厌 要满足于自己所有的 因为他曾说 我绝不撇下你 也不丢弃你 所以我们可以大胆的说 主是我的帮助者 我必不委屈 人能把我怎么样呢 细破来书 十三章五至六节 我们的开篇经文很有见地 它在六节的结尾部分 揭示了一个深刻的原则 理解了 理解了这一原则 你就掌握了开启奇妙可能性的钥匙 他曾说 所以我们可以大胆的说 换句话说 神给了我们 他的话语 他说了他所说的话 这样我们就可以大胆的 以认同来回应他 你对神的回应 对神话语的回应 就是祝福的所在 让我们再读一遍 因为他曾说 我总不撇下你 也不丢弃你 所以我们可以大胆的说 主是我的帮助者 我必不委屈 人能把我怎么样呢 西破来书 十三章五至六节 请注意 这里不是说 他说了 所以你可以悄悄地说 不 你要大胆的肯定 他的话语 信心就是大胆的 肯定他所说的话 根据这节经文 你要宣告 主现在正在帮助我 他说过 我不会撇下你 让你无助 因此 我得到了来自天堂的帮助 我得到了来自上面的帮助 当你根据他所说的话 做出这样的回应时 你就会永远得胜 列如 耶稣在马太福音 二十八章 二十节中说 看啊 我总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尽头 因此 我大胆地宣告 主与我同在 所以我没有惧怕 而是始终 并在一切事情上 都行在恩宠 得胜 和统治中 即使是现在 也要根据神所说的 来释放话语 宣告 我有充足的供应 哥林多后书 九章八节 我拥有生命 和尽钱所需的一切 匹得后书 一章三节 任何攻击我的武器 都必不利用 靠着那加给我 力量的基督 我凡事都能做 阿门 这样的宣告 能激活你的统治权 使你凌驾于 这个世界上 的资历之上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掌控环境和秘境 我与基督同坐宝座 因此 我带着 祂的权柄说话 我是健康的 强壮的 和信圣的 与我有关的一切 都大大兴旺 神的恩典 在我的生命中 被证 在耶稣的名里 阿门 如果想了解 更多 可以参考以下经文 马可福音 11章23节 哥林多前书 4章13节 罗马书 10章8至10节 哈利路亚赞美主 这本每日灵修 话语的实际 现在已经有 8123种语言译本 荣耀归于神 如果你有兴趣 与我们合作 在这最后的日子里 将福音传到地级 请通过这个电子邮件 与我们联系吧 tnimsia 亲爱的 我们相信你已经从这本书 得了祝福 我们邀请你 让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主 请祷告 主神啊 我全心相信 永生 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 我相信他 为我而死 神又使他 从死里复活 我相信他 今天活着 我口里承认 从今天开始 耶稣基督 就是我生命的主 接着他 并他的圣名 我重生了 拥有永生 主我感谢你 拯救了我的灵魂 现在我是神的儿女了 Hallelujah 恭喜你 现在你是神的儿女了 我们邀请你 接着每天 领受神的道 全年享受 神荣耀的同在和胜利 我们爱你们 神祝福你们 请通过以下方式 以我们联系吧 祝大家一个美好的一天 我们明天再见